第九十四集 韩氏一时雨色 如同吃了个苍蝇恶心 刘依娘倒罢了 她竟有脸提叶氏 那还不是你哄骗我的 是你说叶家有钱 叶家能够你平步青云 等你出人头地就休了叶氏 结果呢 你发达了 却绝口不提休叶氏 还要我屈居她之下 我才是你的原配啊 我苦苦等你十六年 你竟拿叶氏来堵我的口 李静贤 你到底还有没有良心啊 韩氏气得要抓狂 姜妈妈见两人越说越腻 忙上前来拉住夫人 劝道 夫人 您别激动 好好说话 叫外头的人听了去 不好 老爷也不是这个意思 既然撕破了脸 李静贤也不顾什么情面了 反驳道 哼 我哄骗你 当初你答应 不就是为了能过上锦衣玉食的好日子吗 这些年 我亏待过你 韩氏气得直发抖 心口一阵一阵地抽通 捂着心口 脸色惨白 姜妈妈忙道 老爷 天地良心 夫人真的没有算计您 不幸您去问于小姐 韩氏急了 姜妈妈糊涂了吗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万一余莲被逼急了 把明珠供出来 明珠还有命在吗 哪怕他自己受点委屈 也得护着明珠啊 李静贤冷哼一声 哼 余莲已经承认 是他自己主动来引诱的 是我吩咐他这么说的 为了顾全大家的延绵 你若是还嫌丢人不够 尽管闹 说吧 李静贤甩脸走人了 余莲已经在院子里 跪了好久了 没有一个人来理会他 大家看他的眼神 都是十分的鄙夷与厌气 眼泪干了 腿跪麻了 心也渐渐麻木起来 屋子里传来吵架的声音 却不是很清楚 是啊 他现在要担心的 不是丢不丢人 而是夫人会不会放过他 也不知过了多久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渐进 在他身边停了下来 余莲迟钝地专动目光 看见一双黑绒的鞋子 实青色的长衫 是老爷 李静贤面无表情地 看着这个瘦弱的女人 心里也是无比的烦躁 之前一见到他 就心动无比 无法克制 这会儿再看他 却是心不起半点波澜 这么多年 也不曾如此过 哪怕是对刘一娘 当时 也只有用鬼迷心窍来解释了 如今 不管喜不喜 就只能拿他为妾 才能给大哥大嫂一个交代 今夜你就跪在这儿 夫人不叫你起来 你就一直跪着 李静贤冷漠地吩咐道 不是他不怜香惜玉 余莲跪在这里认错 才能把他的过失 和韩世的过失 都背负起来 别人可以勾引他 他却不能强要了别人 这性质 完全不同 更不能让人知道 他被自己的夫人算计了 所以 只有让他跪着 是 于莲声若细闻 跪一夜 便能逃过这一劫吗 老爷摔门走了 韩世又是生气 又是伤心 更是痛恨 朱般负面情绪 奇奇涌来 叫他再也忍不住 眼面痛哭 江妈妈苦心劝解 夫人 您何必跟老爷吵架 老爷要纳妾 就让他纳 事已至此 总得给老家那边 有个交代不是 老奴知道 您心里不好受 可是您也得为大少爷想想 马上大少爷就要考试了 可别影响了大少爷的心情才好啊 今后的路还长着呢 夫人十六年都忍下来了 还怕再忍这一时三刻 就像夫人说的 等山西那边的事妥了 夫人再来收拾这些贱人 也不迟啊 还是乌野着 我知道 我都知道 我就是气不过 忍不住 老爷实在是太无情了 没有男人 不喜欢偷心的 老爷也是普通人罢了 江妈妈叹息道 雷南等了大半夜 先前说 是明珠哭着 被江妈妈送回了追紧萱 之后里扎爹一脸乌云密布的 进了宁河堂 又一脸乌云密布的 出了宁河堂 直接回了书房 连留意娘那儿都没去 鱼脸小可怜 还在宁河堂外跪着 显然是成了替罪羔羊 估计这胆小怕事的小可怜 都不敢说是明珠让她去的 唉 真是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啊 罢了罢了 睡觉 等雷南睡醒了 天已是大亮 枕边也没了人影 雷南叫来银柳 伺候她洗漱更衣 边抱怨道 这都什么时辰了 你也不早早叫醒我 药铺里还有很多事呢 银柳笑道 二少爷不让叫您的 说不耽误请安的时辰就行 雷南咕弄了两句 赶紧洗漱整齐 一边吃早饭 一边听锦绣说八卦 于小姐跪到后半夜 就支持不住 晕过去了 被人送回房 今早老太太身边的 祝妈妈去看她了 哦 明珠小姐身边的阿湘 一早就被人牙婆子带走了 锦绣知物不言 言无不尽 雷南点点头 真是辛苦你了 锦绣嘻嘻笑道 嘿嘿 奴婢一点也不觉得辛苦 这事多有趣啊 雷南邪逆他 锦绣果然很有八卦精神 若是搁在现代 保准是一名出色的鱼迹 不畏辛苦 半夜蹲点 什么深层内幕 都给你挖出来 嗯 你觉得有趣就好 好好干 雷南鼓励道 锦绣用力点头 一种被主子赏识中用的自豪感 犹然而生 吃过早饭 雷南去给老巫婆起安 到了宁和堂 翠之说 夫人病了 雷南一脸担忧 夫人不要紧吧 要不要我替夫人瞧瞧 姜妈妈掀了帘子出来 笑微微地说 二少奶奶有心了 夫人只是有些头疼 歇歇就好了 雷南道 那就请姜妈妈带为转告夫人 就说我来过了 晚上再来看夫人 出了宁和堂 雷南又去招徽堂 也没见到老太太 估计也正头疼 祝妈妈出来说 老太太这会儿心情不好 二少奶奶若是有空 去看看余小姐吧 怎么 余小姐不舒服吗 雷南关切道 祝妈妈微压 二少奶奶还不知道 雷南故作莫名 知道什么 祝妈妈善善 没 没事 余小姐发着烧 人都烧糊涂了 雷南心说 小白花又受了惊吓 又跪了大半夜 能不发烧吗 那我去看看她 雷南是求之不得呢 为了避嫌 她不能去找余莲 不过祝妈妈有话 还不赶紧去 余莲面上 泛着不健康的红潮 双目微和 气息微弱 雷南试了试她的额头 当真烫得吓人 余莲的丫鬟 沐尔 抹着泪哭腔挡 二少奶奶 小姐流了好多血 呃 雷南隐约猜到 问 哪 沐尔一副难以启齿的表情 雷南可以肯定了 暗骂 李禽兽啊 哎 不对 明云也姓李 李扎迪啊 你可真是个名副其实的 生猛禽兽 雷南让银流打开药箱 取了几瓶药丸出来 吩咐沐尔 你去倒碗温水 把这药丸子晕开了 为小姐喝下 又让锦绣 帮忙把余莲扶起来 解开她的衣裳 用白酒帮她擦身子 好一阵折腾 余莲才慢慢恢复了血色 见到二少奶奶 余莲的眼泪 就跟断了线的珠子 巴哒巴哒 直往下掉 她本来是去算计二少爷的 没想到 把自己赔了进去 老太太一早来 将她痛骂了一顿 没有半句安慰的话 如今 只有二少奶奶 还肯来帮她治病 玉莲又是惭愧 又是悔恨 哽咽着 二少奶奶 雷南示意她不要说话 回头吩咐银流 银流 你带沐尔回去 取放在药价第三层 白瓷瓶装的药膏 告诉沐尔 该怎么使用 银流心知 二少奶奶有话要对 于小姐说 便应声 带了沐尔退下 屋子里没了旁人 玉南和声道 他们都说是你错 我确实不信 你一贯谨慎小心 安于本分 怎会做出这种荒唐事 于连心中感激不已 泪更汹涌 玉南拿了帕子 替她示泪 又道 事已至此 这错却只能落在你身上 是无法更改了 毕竟关系到老爷的体面 夫人的体面 还有李家的声誉 不过 你也不能白受了这委屈 总得有个人知道 你是替人受过 若不然 以后你在这家中的日子 也不好过 夫人恨你 定会想方设法整治你 可是 我还能找谁去说呢 于连 欺然无助的神情 端得是万分可怜 林南叹了一气 我是见你实在可怜 才帮你出出主意 若是叫夫人知道 我的日子 也不好过了 于连一把抓住 二少奶奶的衣袖 如同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眼巴巴地望着二少奶奶 还请二少奶奶救我 于连可以发誓 绝对不会让任何人知道 二少奶奶此恩此情 于连来世 做牛做马 再来报答 林南叹息道 我会帮你 不然也不会来看你 不过 你得先告诉我实情 于连犹豫再三 把明珠怎么逼迫她 怂恿她 去对付二少爷的经过 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末了 二少奶奶 对不起 是于连昏了头 迷了心 林南摸了摸她的头 联系道 这不怪你 你也是被逼无奈 说吧 林南复生过群 在于连耳边一阵耳语 于连的眼睛 渐渐亮了起来 旁人知道了都无用 只有老太太才能帮你 记住 要一口咬定 自己是被逼的 事后 你为了大家的体面 只好将过错都揽了下来 你既然已经蹚进了这池浑水 就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懦弱 要学会保护自己 凡事多长个心眼 目前你唯一要防备的 就是夫人 懂了吗 林南指点道 她不是因为心里愧疚 才帮于连 她早就说过 于连会掉进她挖的陷阱 说明于连自己心思不正 被逼也罢 半退半就也罢 都不可原谅 她帮于连 只是应了那句话 敌人的敌人 就是战友 她只是不希望这位新战友的战斗力太弱 师妹 乡父 当归 帝皇 柴虎用的差不多了 该进一批了 武师兄莫子游 提醒正在教银柳配药的林南 林南把手中的活 交给银柳 多练练 熟能生巧 拍了拍她的手 我已经让老吴找过供货商了 说是今年这几位药材紧俏 他们手上的存货也不多 明后天先云一批过来 救救急 等新货到了 先保证咱们的供给 莫子游笑呵呵的说 欲赐的匾额 就是管用啊 我听说祭安堂 怀仁堂都快断药了 急得不行 到处求爷爷告奶奶 没用啊 如今谁不得先卖咱们面子 林南拧着眉头 思寸道 如今战事起 又逢斗艺 药材肯定吃尽 我得想办法 多备些货才行 那是必须的 谁知道这仗要打多久 莫子游说着 看银柳配药 俨然有了几份老伙计的架势 不禁审笑道 嘿嘿 不错嘛 这才几天 就上手了 银柳淡定地瞟了她一眼 学着她的语气 拖了长音 那是必须的 强将手下无弱兵 嘿嘿 口气不小啊 马屁也拍得顺了 莫子游戏虐的 银柳自信满满地说 哼 再过两月 我就能赢了你 莫子游哈哈一笑 呵呵 那咱们来打个赌 林南撑了莫子游一眼 这家伙有事没事 就调戏银柳 别是看上银柳了吧 银柳 别怕 你跟他赌 他若是输了 就让他当一辈子官夫 林南给银柳壮胆 银柳下巴一扬 挑衅地看着莫子游 哼 好 赌就赌 莫子游垮着脸道 师妹 你太狠毒了吧 我是绝不会拿我 后半生的幸福 当赌注的 换别的 谁输谁请课程不 林南比试道 你真有出息 赶紧干活去 病患都等着呢 莫子游灰溜溜地走了 便付费着 我可不是怕银柳 主要是师妹你太变态 银柳痴痴地笑 瞥见玉柳提了个 三层的石盒进来 玉柳 银柳赶紧打招呼 自打药铺开张后 玉柳每天中午都送饭过来 都说不用送了 这儿有小厨房 跟大家一起吃就好 送来送去的多麻烦 再说 贵嫂每天做这么多好吃的 就我一人吃 叫别人眼馋着 很不道德的 雷南倒 玉柳笑说 奴婢可做不了主 周妈让送来 奴婢就得送 今日贵嫂多做了几个菜 说给大家加餐 雷南无奈笑笑 让银柳去通知大家 准备一下 可以开饭了 正巧福安送病患出来 雷南换她 福安 你帮玉柳把石盒 淋到后院去 哎 福安应声就来 玉柳姑娘 我来 说着 接了石盒过去 玉柳也腼腆着 麻烦 麻烦徐大哥了 福安憨憨笑着 哼 不麻烦 不麻烦 面上情不自禁的 就泛起一层微红 林南瞧在眼里 心中暗暗欢喜 福安见银柳 就从不会脸红 倒是每次看到 玉柳就会不好意思 这说明什么 事情正朝着 她希望的方向 良性的发展 玉柳悄悄告诉 二少奶奶 大少爷不见了 林南错愕 什么叫不见了 玉柳道 就是不见了呀 府里已经炸开锅了 夫人急着派人 到处找大少爷 锦绣打听到 说是大少爷 一早出的府 说去看看考场 马夫把大少爷 送到考场外 大少爷就让车夫 找地方把车停下 回头再去接他 可车夫在考场外 等了快两个时辰 找遍了周围 都没有见到大少爷 这才急了 跑回来禀报 林南问 会不会是被人绑票了 玉柳摇头 车夫问过考场附近的人 有人看到大少爷 往西华门那边去了 那通知老爷和二少爷了吗 玉柳回道 应该是通知了 这事也瞒不住 大少爷明个就要考试了 这会儿不见了人影 夫人急疯了 林南思存着 明泽不会是怕又考不中 心理压力太大 干脆离家出走了 还是昨晚被老巫婆骂惨了 一气之下 算了 这事咱们管不着 找人也不用咱们去找 二少爷得到消息 自然会去找的 林南淡淡说道 心想着 倘若明泽当真李家出走 那可真有好戏巧了 李扎爹会吐血 老巫婆会疯掉 还是此刻 离崩溃不远了 他怨恨地盯着丁若言 不客气道 你嫁到李家 我这个做婆婆的 从未说过你一句重话 是真心把你当成 自己的亲闺女来对待 我图什么 不就图你能对明泽好一点 图你们夫妻和睦 可你呢 把自己的丈夫当陌生人 不闻不问 不理不睬 我们明泽哪点配不上你 是家事不仅你们丁家显赫 还是品貌不如你丁若言出众 我们明泽就这么不入你的眼 魏姨娘都知道 明泽这几日心情不好 你呢 一问三不知 出了这种事 事前怎能没有征兆 丫鬟说了 明泽昨夜从你房里出来 在书房做到天明 你说 是不是你跟明泽吵架了 韩氏估摸着 是因为昨晚的事 丁若言扫了明泽几句 明泽一时想不开 丁若言无声地抹着泪 虽然他不喜欢明泽 对明泽失望透顶 可明泽毕竟是他的丈夫 这会儿人不见了 他心里也是慌乱得很 婆婆的问话 更教他心虚 昨晚明泽说过 他心里很难受 求他跟他说说话 他那两句话硬的 的确狠了些 但他真的没想到明泽会走掉 哭 你就知道哭 早干什么去了 但凡你能对明泽好一点 多关心一下他 他至于这般可怜 一个人在书房独坐天明了 韩氏越想越心疼 不禁书也起来 江妈妈只好劝他 富人 您别着急 大少爷说不定 只是心情不好 出去散散心 大少爷知道轻重的 一定会回来的 韩氏哭强道 他若是不回来了 怎么办 不会的 不会的 这么多人去找 还怕找不回来 江妈妈安慰他 韩氏一想到明泽现在不知去向 想到明泽找回来后 还要挨老爷的训 这心就被刀子弯了一样疼 越看丁若言 就越生气 恨生道 明泽若能找回来便罢 若是找不回来 你也别享有好日子过